洛杉矶县立美术馆LACMA3月6日宣布,获得华美银行董事长、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吴建民捐款支持的当代中国艺术家曾凡志的油画作品《吴提》,先将被纳入LACMA的永久收藏。 在过去一年中,LACMA持续增加中国艺术品的收藏数量,曾凡志作品的加入为美术馆的中国当代艺术收藏增添异彩。 这幅画作将于今年3月起在LACMA的Amazon Building展出。LACMA总裁兼馆长Michael Gavin表示,近年来,LACMA持续发展与中国的合作伙伴关系,并不断深化美术馆对于中国当代艺术的研究、诠释与策展。 吴建民不仅予以美术馆实质的支持,还为LACMA搭建其与中国艺术机构合作的桥梁。 对此,他对于美术馆的慷慨捐赠,展示出其对促进中国艺术及中国艺术家在中美两地发展的承诺。 LACMA佛罗伦斯与哈利斯隆中国艺术策展人利特尔表示,在过去两年,LACMA大幅增加了对于中国当代艺术品的收藏数量,曾凡志是当代中国艺术界的领军人物, 而他的这幅剧作画也将成为LACMA永久收藏系列的重要作品之一,也十分期待于今年三月的展览。 吴建民表示,艺术是促进文化交流的桥梁,中国当代艺术已发展成为全球艺术领域中最引人注目的一部分。 这幅无题被加入LACMA的永久收藏,展现了Michael Gavin想要拓展更多元艺术类型的视野,这还将有助于持续推进东西方文化的交流。 曾凡志这幅于2018年创作的作品《无题》,标志着其创作风格向抽象艺术的转变。 这幅近9英尺乘12英尺的巨幅作品,是曾凡志全新抽象风景画系列中的一幅。 他延续了艺术家结构现实主义和肖像化的创作理念。 曾凡志表示,这幅作品有更突破的绘画方式,以色彩形成画面的节奏与逻辑。 作品也是他过去20年来,不断研究中国及西方艺术精神后的实践结果。 他也很荣幸这幅对于他来说意义重要的作品能够进入洛杉矶郡立美术馆的收藏, 向全球各地而来的参观者,特别是本土的艺术学生展出。 魅力中国记者,现场报道。